郑山小种是红茶的一种,产地在福建省武夷山市,既言郑山,就有外山之说,郑山指的是铜木及铜木周边相同海拔地域,意味着只有铜木关保护区内的才叫郑山。 郑山外山之争起源于铜木关内小种红茶和其他地区的低海拔小种红茶。 最终,铜木关自然保护区,凭借悠久的历史底蕴,成功注册了郑山小种地理标识,郑山外山之争落下帷幕。 郑山小种的功效,一、滤尿,郑山小种茶叶内含有丰富的咖啡碱、芳香物质,这些为一种可以促进肾脏的血流量增加,可以提高肾小球的过滤率,可以促成尿量的增加。 二、解毒,郑山小种内含的茶多分物质,进入身体后,可以吸附身体内的重金属和省剂味,并且可以沉淀分解,有解毒的功效,所以可以适当多喝些。 三、生筋,夏季饮用郑山小种,可以起到止渴生筋消暑的功效,因为茶叶中所含的多发类、糖类、氨基酸,可以刺激口腔唾液分泌,可以让口腔觉得滋味,可以产生清凉感。 四、消炎杀菌,郑山小种内含的多分类化合物,有很好的消炎效果,而茶素可以和单细胞结合,使蛋白质产产生凝固,可以抑制消灭病原菌,起到消炎杀菌的效果。 五、养胃护卫,郑山小种性质温和,可以起到养胃护卫的效果,尤其是可以在冲泡好的红茶内,加入一些红糖、牛奶,那么可以消炎,还可以保护胃黏膜。 六、提神醒脑,郑山小种内含的茶叶咖啡碱,可以刺激大脑皮层,兴奋神经中枢,可以起到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率的功效,所以下午的时候,可以喝杯郑山小种红茶提提神哦。 七、舒展血管,研究表明,经常饮用郑山小种红茶,可以使血管舒张度,可以从6%增加到10%,所以有舒张血管功效。 八、抗衰老,郑山小种红茶红茶中的抗氧化剂,可以破坏癌细胞中化学物质的传播路径。 郑山小种红茶含抗氧化剂比绿茶更多,尤其是对心脏更是有益。 郑山小种红茶特点,一、冲泡过后的郑山小种茶汤,可以细细去品味一下其中的茶韵,你会发现,其口感是相当之丰富的, 但最明显的是桂圆味,还有松烟味道,熟地瓜的香味,饮用之后有淡淡的酸味,接着有桂圆汤味道,含在嘴里有果香味道,带回甘味,还有红茶冰糖的甜味。 二、优质正宗的郑山小种,其味道是比较纯正的,不会出现一些什么其他的异味,比如说腊肉味、酸梅的味道。 通常有腊肉味道,是由于制作的火候大了,熏干的工艺没有做好退火处理,会有腊肉的味道,而酸梅味道是陈茶,保存不适当会潮湿。 三、正宗的郑山小种,如果有松烟味道,是不适合饮用的,要存放两年再饮用,在干燥低温下保存。 总之,郑山小种独特的味道,是有松香味道和桂圆的香甜味道的。 如果泡了三次,没有桂圆汤滋味,就可以断定,它不是纯正的郑山小种。 郑山小种的历史故事,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武夷山市兴村镇童木关,就像一块保留地,内涵眷勇,却又无声无息。 明朝中后期,世界红茶鼻祖,红茶就诞生在童木关,一支军队由江西进入福建时路过童木关。 叶速茶农的茶厂,由于正值采茶时节,茶厂铺满了钢材下的鲜叶,准备做绿茶的鲜叶,成了军人的床垫。 当军队离去时,心急如焚的茶农,赶紧用当地盛产的松木烧火烘干。 烘干后,把变成次品的茶叶,挑到新村贩卖。 本以为走梅运的农民,在次年竟然被人要求专门制作耽搁了加工的次品。 第三年,第四年的采购量还越来越大,以致使童木关不再制作绿茶。 专门制作这种以前没有做过的茶叶,这种生产量越来越大的次品,便是如今享誉国内外的正山小种红茶。 只是当时的童木关茶农,并不知道他们眼中的次品,却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真爱。 正山小种的起源,正山小种红茶产生于1568年,是世界红茶的鼻祖,其走出国门在1604年,由荷兰商人带入欧洲。 随后,英国皇室以银体正山小种红茶为风尚,持续了二个多世纪。 自19世纪后,受各种影响下,正山小种红茶走入了衰落阶段。 民国时期,在吴绝农、张天福、江若梅等致力于振兴中国农业的有志之士的努力下, 武夷山童木的正山小种茶园和生产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恢复,直至新纪元开始。 正山小种红茶的技术等,都有赖于吴绝农、张天福等茶界泰斗的帮助下,得以保存和发展。 童木关土壤,主要由侏罗系兜领群火山盐和燕山漆花钢盐分化而来。 山高林匿,随着四季的变化,落叶枯萎的植物植被,成了正山小种茶树天然的绿色肥料。 童木关四面群山环抱,山高谷深,气候严寒,年降水量达2300毫米以上,相对湿度8085%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仅为0.026%,当地具有气温低,降水多,湿度大,雾日长等气候特点。